那么双方第四盘的比赛是北京首钢的李佳元对阵八一 对阵八一金箔控股的穆子 那么从实力上来说穆子应该是更占上风 那这一盘的比赛小将李佳元应该是放开搏杀 毕竟在面对老运动员在面对有经验的运动员的时候 在场上应该是有一些搏杀的劲动 那么今天李佳元在场上整体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出色 尤其是无谓失误非常的多 正反手的无谓失误都非常多 在前三打揭发球环节也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击球 所以运动员需要在场上尽快地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对李佳元来说 今天这场比赛对他个人也是一种磨练 一个是在心态上进行磨练 在面对特殊打法 面对自己不适应的打法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去稳定自己的情绪 第二个是对自己调节能力的一个磨练 无论是对阵穆子还是泽米亚 都是颗粒打法 怎么样去找到对方的漏洞 李佳元应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点收获 我们看到牧子的进攻确实非常的积极 在前三板也是尽量采用正手的侧身 第一局牧子是十一比二获得胜利 你认为友练这个地区 你认为友谈� 我练闻得胜利 跟友谈妹 你均匀 我讨论 你 我讨论 所以 Zither Harp 林佳 forced the idle 21-22 林佳玌 加油 0-0 那么回到比赛来看双方第二局 第一局不止获胜是比较轻松 李嘉元也是在第一局中 尽量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这几板球李嘉元是反手快丝连续失误 也是反映出他对生交机球的旋转 还不是太了解 加油 李嘉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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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李嘉元来说 还是要大胆地去变化一些战术 变化一些新的套路 那么在反手相驰当中 找不到节奏 出现了过多的失误 是否能够跟对方去拼一拼正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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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元 加油 加油 李嘉元 加油 跳了 这把李嘉元散手 发力拉 确实 所以威胁还是比较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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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中国队的 这些颗粒打法的选手呢 近几年在世界比赛 以及国内比赛的成绩 都是比较出色 由于目前都是胡选球的时代 有很少的这个运动文 去采用特殊打法 包括长交 正交 生交 以及萧球 而练这些打法的选手 是越来越少 比如我们老说 特殊打法的选手啊 在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容易出场地 所以由于他们的打法呢 占有很大的优势 很多人不适应 那么当到达了专业队 到了职业队的时候 由于运动员的技术水平 有了大幅的提高 很多特殊打法的选手 这个优势就很难发挥出来 出成绩就比较艰难了 所以我们看现在中国的国家队 这些特殊打法的运动员呢 在平时的训练中 要是其他人的几倍 甚至十几倍 所以他们出成绩 是非常不容易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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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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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不止 快点 光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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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木子的侧身也是拉了一把逆侧旋 有时候我们看运动员在脚下移动 位置并不十分到位的情况下 经常是通过手臂以及手腕的一些小的动作 去制造球的弧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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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元 目前木子是9比6但是领先 李佳元还是要把比分咬住 加油 木子 加油 加油 木子 这一板球李佳元要是回球失误 木子是11比6获得了第二局的胜利 走分身份 走分身份 入腾后 全都内衡 同时 3から 復兼 3 迅速写 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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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李佳元整体的节奏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 我们也看到木子正反手的一个击球的时候 节奏会有一些变化 尤其是在连续相触的时候 变化比较明显 李佳元往往是在连续相触的时候 对这种变化的调整还是不够及时 我们看到今天的木子的发挥确实非常的出色 尤其是进攻的意识非常的强烈 在每一局的比赛当中 都是尽量找到正手进攻的机会 北京首钢 李佳元叫了暂停 字幕志愿者 李佳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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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个木子在正手防守的时候也是具有很强的迹象性 刚才木子的正手是直接摁了一把 非常漂亮 我们看木子啊 确实他的进攻意识非常的好 尤其对于这种半出台球 出台球能够非常好的抓住机会 而且保证比较高的质量 那么今天李佳元在比赛当中呢 确实有很多的无畏失误 也是被对手抓住了得分的机会 最终木子是以3比0战胜的李佳元 现在北京首钢与八一经国控股的大比分打成了2比2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佳元 我们看到这个木子的主钢与八一经文字幕志愿者 李佳元 我们看到这个木子的主钢与八一经文字幕志愿者 李佳元